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 下面我们讲 是不是神道 现在讲得太多了 一会儿讲小经 一会儿讲微墨机器 一会儿讲什么 一会儿讲这个 一会儿讲太杂了 应该讲什么 讲净庄论是吧 嗯 大家都嗯 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嗯 好吧 那你们认为庄庄论的话就讲庄论吧 今天我们讲《大乘庄庄论》二十品 嗯 后面比较简单好像比较难懂的这些基本上前面都讲了 然后后面讲功德讲赞叹佛陀的功德这些都比较好懂 那么这一品叫做功德品 这里面主要讲从心界心到五学地之间有菩萨的修行 就是修行有很多的功德 有些以修行的功德方面讲的 有些赞叹具有这种修行者的那种功德 具有这种功德者的修行 就这两个方面 这样的话下面会讲很多 首先我们修行方面也会讲等流的功德 享受的功德 还有正观众生的功德这些也分别有好几个颂词来讲 下面这个科判首先讲修行功德有十七个科判 十七个科判当中首先是第一个 稀有的功德 菩萨具有六波罗密多的功德真是非常稀有的 我们凡夫人都没有菩萨特有的功德 我们凡夫人很稀有 所以先讲稀有 一会儿没有什么不稀有的 就讲不稀有的功德 那稀有的功德呢 十字深持皆圆满皆能施 欲弱能能安忍不顾胜于命 而发起精进 禅定无作为 智慧无分别 聚慧之稀有 我们知道赞叹菩萨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六波罗密多为主 因此大乘修行全部都可以包括在六波罗密多当中 这是《大圆满信心修习大车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修行六波罗密多实际上是我们凡夫人都做不到 这些菩萨完全能做得到的 非常稀有的 包括凡夫人还有小乘当中的声闻 缘觉 这些都做不到的 非常稀有 为什么稀有呢 首先从这里六波罗密多的层面来讲 六波罗密多他这里是自身 也就是说 从布施角度来看 实际上菩萨他不仅能设施 自己所有外在的饮食 衣服 房屋 字具等等 这些都可以设得得 只要是有所求的众生来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将把自己所有的物资都可以摄于一切 甚至连自己非常珍贵的身体 身体也是有人需要的时候都会摄氏 所以菩萨的布施波罗密多的精神也非常可嘉 非常稀有的 我们一般可能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 有些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考虑自己 然后再给部分财富 这是我们一般大多数人的行为 但菩萨不是这样的 最珍贵的东西都愿意摄氏 就像《菩萨本愿经》里面也是讲过 菩萨摩河沙为主众生过一切罪中物 五不一会舍 意思就是说 菩萨摩河沙为了众生的缘故 为了众生的利益 所以所有一切的一切所中物都愿意摄 没有一个不摄的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世间人确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是从布施方面讲也是非常稀有的 布施很稀有的 这个我们自己也知道确实 菩萨有时候看到世尊的传记的时候 的确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好像以前佛陀因地的时候 戒律里面也这样讲的 佛陀因地的时候当时变成一个国王还是什么的 当时文殊菩萨也是变成一个普罗门的时候 他为了观察他布施的精神 就要把他当仆人当时佛陀国王 他当时是个国王嘛 国王说 我是可以没问题的 只要是要帮助众生的话可以 但是他说 我需要你和王妃都给我做仆人 他说 我没有问题 王妃不知道会不会答应我要跟他商量商量 然后他去跟王妃商量的时候 王妃也答应了王妃说 我也没问题 后来这个人带着别的地方去 当仆人 仆女就非常难受 一直让他们买给其他人 为了利益众生实际上也愿意这样布施 在佛陀因地的时候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稀有 那么第二个稀有他的持戒 也能圆满舍失 意思就是他的持戒 实际上自己的专论王位 也像丢弃拖业一般一点都是不会在意的 全部舍弃而出家修行 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连自己的王位也好 财富也好 地位也好 全部都放弃的话 其他的有一些更不用 作为一个修行人有些时候放弃也是很稀有的 这也是大乘佛子持戒的精神吧 他把专论王的地位 愿意而持戒律的话 他这里主要是出家 菩萨出家也是这样的 连自己的王位 其实自古以来有非常多的人 将把自己的地位全部放弃 最后去修行 那天我说威萨空姓母他的传记里面说 他长在一个非常贵族的 相当于一个小国王那样的家庭当中 从小都是把他当作公主那样来对待的 他长大之后 他们家人准备嫁给其他的人 好像十六岁的时候必须要嫁出去 他自己不愿意 一方面他有很多复杂的因缘 另一方面他不愿意乘家做熟食的生活 要接近好像十五岁的时候吧 十五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嫁出去的时间就到了 有一天他想逃婚家里要跑出去 他随时都有两个仕女跟着他的 家人也是要求他不能丢失 有一天他为了离开这个地方 他买了一些酒让那个仕女喝醉了 他们喝醉了以后他就在门口上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他就把一个仆女有一个新的仆路 那个仆路穿在外面 自己的绸缎衣服穿在里面 晚上他们住在三层楼 然后三层楼外面阳光峰的门就吹大烂了 然后从三层到二层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第一层有门位 然后他从一层的楼上面跳过去了 跳过去的时候他的脚外了 脚流了 然后他就马上祈祷度母安住一会儿 修一些风脉晚上黑曲曲的 还有他先拿了一些父亲给他的水果 糖 这些都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拿出去了 出去之后他就路上 其实他的有些境界当中经常看到一些鬼神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晚上也是黑曲曲的 然后路上有一个好多闺女 魔女 其中一个魔女特别凶臥的 看起来鸟牙壁鲁 红发树立特别 她两个柔房 这边的柔房扔在这边的肩上 这边的柔房扔在这边的肩上 然后手里面拿着血淋淋的人头正在吃 其他的几个魔女也围绕着他 开始叽叽鼓舞地在叫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 哇 怎么办呢 我要不要回去回去的话以后可能走不出来 不回去的话会不会今天晚上这些魔女把我吃掉了 然后有点担心后来他有一些修行吧 修空行方面我忘了一些然后离开 凡是他心里想为了求法应该不会有什么违缘 修一些法以后离开了这里 然后就离开了自己家乡去求法去了 所以这个好像在这里也可以吧 他也是特别舒适的家庭这样享受的话 完全地舍弃为了正法而离开自己的故乡 所以这些菩萨也是一样的 他们受持像转轮王那样的地位都不用的话 那其他的更没有什么说的了没有什么可贪执的 因此修这样的戒律也很稀有 我们有些大学生出家都觉得很稀有 以前我去北京的一个学校他们说 北大的有些学生出家了你怎么认为 我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在各个地方以前很多王子都出家了 然后他们有些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出家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稀有 第二个稀有 第三个稀有就是愈若能安忍 有一些乞丐特别下列的人 这些人面前也能安忍 比如像国王 大臣或者有势力的人面前都是 虽然心里不忍 也是表面上一直忍着 我们很多人也是在领导面前心里特别不高兴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心里特别不高兴 但是表面上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为了各方面的原因 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但实际上菩萨的安忍对自己被吓的人 什么乞丐要好和微弱的这些人 危害我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欺负他们 不会损害他们 这也是菩萨的安忍的稀有 然后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利益众生行持善法 连舍弃自己的生命或者身体 他也不顾自己的一切 会精进地修行 这也是精进的稀有 为了舍弃自己生命而努力的可能都没有的 我们有些人为了可能休息暂时放下来 或者说其他不是特别的精进吧 所以我们有个别道友 我现在正在辅导 天天听课 我很精进 其实也不算什么最精进的 菩萨真正的这样的精进相比较起来不会很 不过我们晚上辅导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你们有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研究班 但是你们下完课的时候你们自己也觉得 听一堂也可以的有些辅导员旁边 作为旁听师的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刚讲完了以后 有些再离一遍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方面也算是精进吧 也不要一直想睡觉 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心里什么都没有 这叫做善想者善想者是什么 我们一般对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吧 反正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是第三个精进 我不能太慢了 不能等会儿有快 第四个稀有 然后禅定无作为 菩萨禅定不会卓越空明无念耽着禅定的位 他远离一切禅闻的这样的境界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单着为这样的话 那转生于善安居当中或者愚界当中 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样菩萨禅定也很稀有的 智慧无分别 智慧无分别它安住于远离一切相的 智慧远离一切相状的 应该说有 无 是非 远离四遍八息的 思想的境界当中安住 所以智慧无分别 这样的六波罗蜜多非常的稀有 菩萨是能安住的 所以他的智慧禅定 精进都跟我们非常有差别的 还有非常稀有的 神如来众心 得寿吉观顶 金或大菩提也许大稀有 菩萨有很多的功德也非常稀有的 怎么稀有呢因为从加行道 资粮道 还不算入于圣者的境界当中吧 得了第一地菩萨就像《入中论》当中也是讲的一样 在生于如来的家族当中 那么一地菩萨开始 我们得让上帝 上帝 这是丹吉兔 我们每天念诵当中也说是 今天已经生于如来众心 今天就成为如来 但这是发四处菩提心的角度而言的 真正的生如来众心 获得了第一地菩萨的时候生于如来的众心 那么这是从一地开始生于如来的众心也很稀有的 然后从八地菩萨开始他获得了佛陀的手机 你将来到某个刹土当中变成某个佛 那个度化众生的方式如何如何获得了不退转的手机 这也是非常稀有的 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获得了诸佛的灌顶 把他作为佛陀的应该说补处吧获得这种灌顶 那么这三个我们所谓有学地的三种果位吧 到了最后获得了无学地佛陀的时候 已经证得了无上菩提 他随意地显现各种各样的化行 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 他依靠世间人 声闻 怨觉 这些都是没办法相比达的所以也非常稀有的 从菩萨前面六波罗蜜都开始到 最后获得佛果见的行为真的也是非常稀有的 其实这样非常稀有最关键是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又发了无上的大菩提心 我们经常认为所谓的怨大 利大 为什么获得无学地的果 为什么获得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果位呢 主要是他的发心力量非常强大的 有一部论叫做《暴行王政论》 有一个尼泊尔的学者说这是龙猛菩萨造的 但《汉地的大藏经》里面有这个 藏文当中说是也有 他这里面讲若行大行事 世人得大果 如果我们发大愿 行大事 做大事的话 那这个人获得大的果 不是出世间的像佛呼菩萨的果位这样的 包括世间当中有些心的力量比较大 也就是说发心比较大的人他做的事情也会大的 这一点可能我们现实当中也是知道吧 有些人发心比如说我在这里做发心 那里做发心 然后自己的闻思也不间断很多事情 有些人真的好几件事情都可以完全 而且效果也是很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圆满 从世间角度讲 心大了 如果我们心大这样的人 那么他所做的事情也会有很大的成果 有时候人是完全表面上看来一样的 但所做出来的事情也不同的 就像两兄弟可能一个人非常卑微 脆弱 无力 什么都不敢碰的那样 一个人他有坚强 勇敢 勇猛 还要做许许多多为自己和他人有利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稀有的 这以上讲菩萨的六波罗密度和师弟的功德非常稀有 下面讲到不稀有 没有什么稀有的 诺强者 念贼等 得人共处陀巴等 诺强者 念贼等 得人共处陀巴等 下面就是偈颂 不稀有 利贪于慈悲 深修平等心 事故心彼等 也非大稀有 没有什么稀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声闻和缘觉感觉是可能稀有的 凡夫人认为可能比较稀有的 但是真正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 由愿心 菩萨心而言 其实这些功德并不是很稀有的 为什么不是很稀有呢 他这里讲 因为他们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修行的境界 我们想利潭 他做这样的布施 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通过他的智慧断除了所有的吝啬心 所有的吝啬心和贪心不是这些 包括布施图木老虽 好像对他来讲 就像布施清朝一样的 没有什么的 凡夫人可能觉得十元前特别心疼的 但作为菩萨连自己的身体都是没有什么执著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最方便讲也是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作为具有大慈大悲心的菩萨来讲 其实他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害众生的 所以他受持这样的持戒 包括他舍弃自己的王位而出家 这些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具有这种 为了接触众生的痛苦 他有特别强烈的菩萨心 如果有菩萨心的话 那他不贪执这些世间的 所以他对王位好像也看不完 我们包括有些修行人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对钱 地位 事特别看重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大乘的 心里真的远离了自私自利的心 对众生非常有慈悲心的话 对世间人特别执著 特别贪著的这些事情 在他面前来讲这不是什么事 所以这个从持戒方面也没有什么稀有 从安忍方面讲 其实他爱众生远远超过自己 他这样的心态 不管是乞丐也好 上等人害他的时候 他不但不会害他们 还要去帮助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从安忍方面讲的 然后从精进方面讲 那么作为菩萨他为了利益众生 就像活上加油一样 他的精进心越来越强大的 所以他日日夜夜利益众生 这也是他的专业 利他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什么 他忙着 他天天都是利益众生 这个是他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他自己的专业就是这样的 他那个颂词好像这个颂词里面有几个颂词 没有我刚才准备翻一下那个 但是没有来得及 藏文 这个藏文当中可能还要看一下 还有对自己和对众生获得了一种平等性的缘故 就是刚才他这个身修平等性主要是用精进来讲的 然后这里的安忍 可能安忍的话 我看藏文这把领解 领解的话只有一个字 所以可能慈悲的话也许可能慈结和安忍两个都可能包括在这里面吧 身修平等性的话这个主要是 我倒是再看一下安徽论师的注释里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影响 可能这个地方是不耽诛禅为吧 因为禅定波罗蜜多作为菩萨他是不是不耽诛 是不是加上一个不安慰论师的当中应该有 但孟坡仁波切的这个我没有来得及再对 可能这个地方稍微因为他已经断除了执著和烦恼 所以不耽诛禅定的围造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然后他已经证悟了无恶的话 智慧也是不会分别相撞的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刚才前面讲到的六度实际上并不是很稀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 修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法 最后他有先前各自的果位 这个时候对六波罗蜜多 对他来讲一如反掌 非常容易 而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布施也不行 持戒也不行 安忍也不行 忍不了了 特别生气 遇到了对境的时候 有些人边修安忍 边哭着 就非常非常生气 但这个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吧 因此 菩萨作为这样 对六波罗蜜多都是非常修得很好的话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是法而立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显现 所以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好像前面也是稀有不稀有也讲过吧 这里面也实际上是事 有时候看到 比如说我们自己想起来 自己上师功德的时候 上师真的很了不起 非常稀有 有时候想上师肯定多生累劫当中为了众生这样 付出过无数无数次 所以他这样做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不过我自己做不到 在我面前感到特别的稀有 如果从菩萨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是他的非常特长吧 没有什么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吧 那么这个是讲什么呢 讲的是刚才第一个科判 第二个科判是《非稀有》 下面讲平当心 就是平当心 欲求无偏多 恒常不实戒 仆人一切果发起大精进 恒常妙禅定 智慧无分别 当知彼菩萨如是平等性 下面讲的平等性对众生有平等性的 什么样的平等性呢 犹如聚会者 聚会菩萨 实际上他对所有的众生非常非常的慈悲 非常爱所有的众生 爱众生的这样程度是什么样呢 其他的众生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儿女 对自己的亲人都不是那么爱 菩萨是爱所有的众生 这句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应该经常要记住 菩萨爱众生那样的 我们自己对自己也不会那么爱的 自己对自己的妻儿也不会那么爱 自己的家人也不会 自己的父母也不会那么爱 我们自己认为是我最爱我的亲人 我最爱我的身体 我最爱我的 而且表面上经常说我爱你 我爱你 经常这样说的 但实际上都不会爱的 菩萨爱是真正的爱 我们跟别人说爱的话这是假的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爱 而且有条件的 他爱你的时候也许可能爱 但也许有些你真的爱他 他还是不爱你 也有这样的 所以有很多的情况 但是菩萨不管是你说爱他 他还是爱你 你说不爱他 他还是爱你 这个问题还是 菩萨的心跟其他众生的爱有点不同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我们认为众生爱自己 其实不一定爱 我们有时候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 生嗔恨心的时候自己可能自杀 自己挑衍自己吃毒药自己各种各样的 现在你看自杀的人那么多 每一年都是那么多 所以如果爱自己 为什么是故意杀自己啊 这并不是爱自己的 你不爱自己的话 是不是爱自己的妻子 儿女 父母 亲人啊 其实也不爱 他有点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看杀妻子的 杀丈夫的 杀自己儿女的 杀自己亲人的 有那么多 为了一个小小的经济纠纷 就互相反目成熟或者怨恨越来越大 最后如果你真的爱自己的家人和亲人 那就永远都爱他 不会害他 至少也是不会害他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爱众生 包括爱自己 经常认为自己亲人的话 实际上这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可能他当时的分别念是爱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永恒的爱 而不是全部的爱 可以这么讲 但是菩萨爱众生不是这样的 菩萨不管是什么样 甚至他可能害了你的 杀了你的话 他也不会反抗 这种菩萨的行为真的很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一地菩萨二地菩萨 但是我们以后遇到了自己有一些困难 这个时候尽量能做到爱众生的 前一段时间路火寺院里面的一个出家人 因为他家里的一些事情有些人开始打他 打得特别阐述的突破血流 但是他自己说我已经修了很多大乘佛法 我闭关了很多年你们怎么打我的话 我都不会反抗 不会对你们反受 后来混坠下去了 后来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后来好像没有死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可能现在也并不是没有的 包括我们有时候遇到了有些修行人 原来我们学院的一个堪布撤火 当时撤火的时候他好像自己觉得可能已经不行了 然后他自己认为我可能不行了 然后他就拼命地说一句话 你们不要找尸击尸击是无罪的 他就害怕家人要找尸击麻烦 如果他死了他就说了后来他也没有死 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真的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不管他怎么样害你的话 你在实际行动当中不会害他的 这是真正的菩萨基本的一个 他并不是装的 我们有些人说哎哟 别人说我菩萨多好啊 我故意不害他这种是一种跳舞而已 不是演习而已这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你看 菩萨爱众生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前面是菩萨爱众生的情况 那么这个大家还是能背诵吧 我们每天都去一两个颂词都读还是很好的 你看聚会菩萨爱众生的话 我们众生对自己的亲女 子女还有亲人 这些都是不会那么爱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说得很清楚 讲语里面我记得下面也会讲的 因为我们对自己殴打 危害 各种各样 你看现在大多数的仇恨来自于家人和亲人 以前是关系很好的 后来就开始 如果你真的是亲的 真的是非常好的话 那就不会这样的这个是爱众生的 下面他这里讲六波罗蜜多 也是平等性主要是平等性从这个层面来讲 因为刚才菩萨他已经真正有了平等性 众生和自己有平等性 可是我们这些凡夫人没有平等性 跟众生 跟我们自己没有平等性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修的 那下面就是讲欲求无偏多 这个是讲的布施多 欲求无偏多 也就是说当你布施的时候它就不会偏多 它不会你对我关系好一点我给你 你对我关系不好 我们有时候分东西的时候都是经常 比如说我们在回供品法的时候 我看有些道友原来我也这样做过 在学院里面发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看我关系比较好一点的 给他糖果分得多一点 关系不太好的我经常看不惯的话 我给他糖果分得少一点 因为这个权力在我手里嘛 这样很小的一个东西也是有偏心的 但菩萨是不会有这样的 还有菩萨没有什么贫富 没有什么这些差别 只要是众生全部都是平等地给 还有我们不是菩萨我们给予的话 经常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多给一点 然后原来有一个母亲的妹妹 我们叫什么 义 是吧 我有个义 怎么说 不能说有个义 是吗 可以说吧 他有一次说 你那个给一点不轻的这些大学生经常帮助 对 我都不给 你还是给我一千块钱吧 然后他说 甚至某个家 我们家里是有丑的 但是你把他们家的孩子都送学校去了 你非常不好的 你不应该这样的 世间人有很多这样的理念吧 大家都知道 情缘之间的差别很大的 我们一般都是尽量的不会 比如说帮助平坏学生 自己的亲切 不亲切这些根本不看 看他的超见就这样的 这样是比较好 这是布施 布施是布偏多的 然后吃劫 吃劫的话 他这里恒常不施劫 他这里戒律有佛制罪 佛陀后来制定的 菩萨戒 密层戒 还有悲戒脱戒 自行罪的话 佛陀虽然没有遮着 但实际上只要众生造的话都有罪业的 就像十部善业这些有罪业的 那么这些连细微的也是不会违反的 大都更不用说的在一切时候恒事当中 我们可能收劫的时候刚开始收劫的时候特别注意 慢慢慢慢过了十几年 这样以后正知正念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但是真正的菩萨世界他常年如一日 他除大的戒律也好 细微的戒律 全部都是保护自己的眼目那样来护持 所以这是因为菩萨获得了平等性的原因 他这样收劫这是从戒律方面讲的 从安忍方面讲他会何时何地地普认一切 因为我对东方的这些人我就能安忍 西方人像美国他们天天我看不惯我不认他们 南方的人我可以安忍北方人恨什么什么 所以我忍不了从地方方面讲 或者时间的话 以前我们所有的事情就算了 了断了 但以后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 这样从时间方面或者这三年当中我受劫 这三年我就不给你 再过来以后我可能还是要报仇当时间 然后众生也是这样的 我对某个众生如果他害我的话我忍得了 但是我的怨恨的人千万不要害我不然的话 我这次肯定要杀他这样的话对众生也有差别的 但菩萨不是这样的 对所有的东南西北也好未来过去三世也好 所有的情愿的这些众生全部要忍 要修忍的话我们还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说是修安忍 修安忍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时间 地点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差别吧 不过还是很好的有些人真的修了大乘佛法之后 性格非常有变化的有些人的进步非常快 有些人的进步不是那么快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满心智慧的 慢慢慢慢来不是一下很快的时间当中有进步 发起大精进是吧发起大精进的话 为了利益众生不会间断的 不会懈怠的 在一切时候日日夜夜只要是能利益有些众生 都根本不会疲倦 好像《文殊师》里有一部经经里面讲的是 一百千亿戒心精进解脱爱上众生过 行为疲倦 疲倦没有疲倦过 没有疲倦过 所以我们发了大乘菩提心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正的菩萨的精进实际上是在多少内戒当中 多少时日当中都可以说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还是很精进的长期的精进 他这里说一切有情不间断 为利益一切有情 所以只要是利益有情的事情他不懈怠 不间断 这种精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希望我们的道友们也是为了利益众生 不要讲的条件太多了 有些是这个不该我管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有经验 会逃避 这个是不该我 这不是我们部门的事情 那个应该是让他来而且他特别喜欢踢球 这个是你闻一下那个那个是闻一下他 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 有些时候只要是自己有一点时间 有一点能力应该去做 我都是也许太多观现身了 我自己今天早上都是我反省 我好像在学院当中什么事情都每年都是在操心一样 没有必要自己还是 然后又好像放不下来 有些事情也许可能我不是菩萨的行为 但是凡夫当中有些也有可能自己 爱管这样那样的事情可能也许是这样的 但也许我们每个人如果有了比较没有什么自己的心 就算稍微能做一点点也比较轻快一点 比较努力一点 这样可能会有很好的结果吧 只要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只要是弘扬佛法的事情 大家都要多方面不要谈很多很多的条件 我们有时候人谈了很多条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且也特别会说 这样很多事情都耽误了 有时候我看有些法师说话很爽快 好好好 然后有些首先开始已经防备 啊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入类 刚开始跟他谈的时候 不 我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你最好不要找我 我给你介绍一个那个人特别特别好 他很有智慧的 因为我最近身体也不好 而且我对这件事情确实是不懂 最好你找这个人哇 这个人真的 我没有想到他的智慧如何如何 他是为了自己逃避 看起来真的是他对这个人很赞叹的 实际上也不是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一看都是 哇 有些人很会逃避 只要是 你看这里是 为你一切有情不间断发大气 发精进 为你一切有情不间断的 这是菩萨的 我们这次学大乘经浄王论大乘菩萨他不害怕自己累 不害怕别人说什么他有一种勇气 还有他的精进力不间断一直长期地努力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 第五个吧 精进 恒常妙禅定 实际上是经常住在无有烦恼的清净 还有无漏的禅定当中 我们这个机制当中不会退失的 这是经常安住在这样的山目的当中 然后这个智慧它智慧无分别 在世俗当中它能了知一切诸法的中相 自相 这些都分别地清清楚楚 不会杂乱 不会互相混淆 不会这样的 然后在生意当中远离一切习论 安住于如如不动的状态当中 可以说是我们所谓的圣观智慧 圣观智慧也是不退转的 不退失的 那么这样的菩萨实际上它的六度 我们一般的世间量都是很难以具有的 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 实际上住是平等性 平等性因为诸法平等性我们讲大方王的时候 可能那种等性的道理也许可能讲得高一点 但是在这里应该可以这么讲 众生跟自己平等诸法在本性上面也是平等的 《华严经》当中也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菩萨摩河沙光行无量行 畜生于一切正觉平等法 意思就是说 菩萨摩河沙会行六多万行但六多万行来源 其实一切的这些出自于什么呢 出自于我们对万法的觉证平等性的原因而来 也许可能《华严经》的教证 诸法通达平等性也有比较相同的观点吧 下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呢 再讲这两个颂词算今天的课圆满 阿尔茨 诸法通达平等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这个饶益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以六多来饶益 还有以宣说饶益之七种比喻 今天我们讲六度来饶益 要饶益众生 利益众生有什么方法呢 最好是行六度来饶益 堪为作法器 安置于戒律 欲害能安忍 能力而行之 能入赐佛教 能断诸怀疑 持续聚会之 饶益有情心 那么这里也是通过六波罗蜜多来饶益众生 首先布什波罗蜜多实际上是令众生堪为法器 有些贫困的人 有些具有烦恼的 条件不好的这些众生可能对他给予一些饮食 住处 我们讲的六度四舍里面四舍也是碍于布什 布什是很重要的 所以堪为法器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原来是不堪为法器他根本不想听法的 慢慢就像基督教的法师一样 就是基督教我看现在基督教 包括他们天主教的理念传到藏地的很多地方 我看到网上有一群藏族人他们就开始洗礼 以前可能是学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可能没有什么吃的 他们就开始经常到他们 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布什方法 他们自己也介绍我们是学天主教的 我们这个家里有些是学佛教的 有些是学其他的自己也这样的 所以我想佛教好像在这方面做得不是特别的 虽然有些也可能会做一些 但是不是特别的因为有些凡夫众生可能 刚开始是执着的什么呢不是什么法 《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讲了 我们的众生大多数喜欢饮食和衣服 并不是喜欢的法正因为这样 这个菩萨做大布什才能度化众生 包括有些出家人经常讲布什布什的话 出家人本来没什么可布什的 然后你说布什也不是那么的 作为在家菩萨他经常通过布什来利益众生 因此现在很多包括各个城市里面 有些在家菩萨确实提供场地 提供饮食 提供自己具足一点条件的话 其实这样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财物生不带了 最后死的时候也是不带去的 所以还是现在做一些法布什 尤其是为了弘法利生的时候做一些布什很好的 第一个布什是堪为法器的 菩萨的布什也是饶益的方法 当然作为出家人可能不一定 主要是以财布什为主主要是以法布什为主 也是很好的这是布什 然后安置于戒律 首先是自己应该安置在戒律当中 不然自己不受戒让别人受不现实的 自己安置戒律之后让这些众生 主要是从别解脱戒开始 让他们受持摄善法戒 饶益有情戒 还要禁止恶心戒 菩萨的三大戒为主的这些安置于 这也是非常好的利益众生的方法 因为通过有了戒律以后 这个众生将来有解脱的希望 如果戒律都没有那将来可能获得人身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菩萨的第二种利益众生的方法 通过自他守戒律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第三种方法说 愚害能安忍 别人怎么样损害你的话那么你应该会安忍 啊 会安忍别人如何如何对你不利的话 那你自己去修安忍 光是我们说安忍安忍还是不行的 最好心里还是有一些 我们以前学《入菩萨行论》的安忍品 真的当时很长时间都说 好像我以前脾气非常不好 然后到了佛学院八五年来的 八五年的夏天高多坎波讲《入菩萨行论》 当时讲安忍品的时候好像天天在说自己一样 结果从根本上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有时候通过学习以后可能很好 不然你光是说忍忍的话忍不了 有一定的困难有些佛经里面讲 比如说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想一切都是刹了心的 刚才的语言也是刹了心的 骂骂你的人也是刹了心的自己也是刹了心的 在善事当中过去已经得不到 现在正在灭未来还没有产生 通过这种方式来安忍 这也是有些经典里面说这也是一种窍诀 还有《大虚空藏菩萨清闻经》 《菩萨所闻经》那个里面讲到有个窍诀 这个我觉得那个窍诀很好的 别人骂骂你的时候你把他的语言当着 虚空一样来修安忍的 别人打你的时候身体如虚空一样 别人生嗔恨心的时候 那么自己的心或者他的心就观虚空一样 然后别人挑衅你 可能欺骗你或者别人对你造麻烦的时候 你把他意识观为虚空 《虚空藏菩萨经》里面讲的全部都不管是别人 就像《三门思法》里面所讲的一样全部都观为虚空 这也是很好 语言 身体 心全部都关入虚空 但我们有时候虚空里面又出来了敌人 这样就不好了最好不要这样 这是安忍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是精进能力而行持 对 能力而行持只要是利益他众的这种事情 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 这个讲稍微有点差别但也可以这样 在一切时候不要觉得有困难自己而行持 安慰人士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 做很多事情只要是能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精进地去做这叫做什么呢 能力而行持 精进是这样的 只要是对众生有利 因为大乘的精进跟其他地方的精进有点不同 其他地方的只要善法精进才算是精进的 而大乘的精进利益众生才算是精进的 如果不是利益众生天天都是 我为自己健康快乐 前两天开长寿法会的时候大家特别 好像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观家说 长寿法会是不用关纪律的那个是很自觉的 因为大家都怕死他们很喜欢参加这个法会 我那天觉得可能是这 从整个洛洛到我们三个一个车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全部都是在念长寿法会的时候 大多数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念长寿者 有些愿我长寿不要我得比较可怕的病 一检查出来如果恶心那就完蛋了 最好是长寿佛加持我 要寿佛加持我 我一定要健康 弗加持我 要寿佛加持我 这样的话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精进 因为这里信利他之事 没有说是信自利之事精进才算是精进 我们有些道友看起来很精进的 但是实际上是利他的精进还是自利的精进不太清楚 对吧 第五个禅顶 禅顶是这里能入赐佛教 通过禅顶他修了禅顶之后慢慢慢慢修得很好 自己有了一定的境界什么神变 神通 因为神变神通是依靠修行而带来的 而且这种修行一定要有一种净律顶 沙漠顶才能可以显示的 这样显示各种各样的神变神通来 让这些不信仰的人入于佛教 但这个可能如果禅顶实在是没有神通神变 只要把自己的心定下来这种也是一个神通吧 因为你心真正能自己内在稍微有一点境界的时候 利益众生让别人入于佛教这个是有说服力 其实这个禅顶有一个论典里面讲 就是讲阿比塔比波萨论里面说是 一心有信心的人也不用神通神变 一心没有信心的人也没有 但是有半信半疑的人如果有神变的话 那他们会能入佛教的 我们好像有时候讲经说法也是这样的 就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我再怎么样给他讲也没有什么用的 完全有信仰的话不过他可能是越来越懂吧 也不讲也可以的 但是有些事我们可能没有讲的话他会退下去的 讲了以后他会有办法的 利益众生有时候也中间有一些不顶忠心 不确定者不顶忠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遇到好的善知神 遇到好的环境他修行很圆满的 如果遇到不好的环境那以后就不会这样的 以前《百业经》里面也是说如果没有遇到什么 上师和法以后还要转木钩有多少多少事 但是因为遇到木钩法的时候 从此之后没有转到恶趣里面去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遇到佛法还是很重要的 遇到修行这样的很重要的 那么这是禅定波罗蜜多来饶育众生 以智慧波罗蜜多来饶育众生的话 主要是断除众生相续当中的 各种各样非理和合理的怀疑 疑惑 我们有些人真的邪见比较重的 这种邪见也实际上自己比较迷茫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有些人可能一生自己善根比较好 对特别有坚定的信心 但有些人有很多很多的怀疑 那么依靠智慧 菩萨依靠智慧来断除他们的怀疑 然后建立一个正见让他好好地证悟真理 证悟空性 这个叫做智慧波罗蜜多来利益众生 也就是说以上成续为什么呢 聚会菩萨饶益有情的一种方法 就是六波罗蜜多来饶益 我们也有生之年当中发愿依靠六波罗蜜多来度化众生 布施的时候 多都没有的话 看到膝盖的时候一块钱 一毛钱 一块钱 一毛钱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然你大的钱就出来了 我都遇到过这个麻烦 这是布施 持戒的话作为在家人 哪怕是八观再戒以上的戒律 也算是末法时代受一份戒的功德也很大 然后安忍的话不能长期安忍也是偶尔 或者说我在发心期间三年当中我不给发脾气 我什么什么对自己暂时有个固定的时间也可以的 然后精进的话 哦 我明天早上开始应该把闹钟上到早上六点钟 然后五点钟太早了吧 四点钟更早了 因为夏天比较精进 比较清晰 尤其是像藏地真的夏天精进是更好的 冬天精进有点冷夏天文思方面很有好的气氛 从明天开始明年再说吧 反正今年我要精进这样的话我觉得也算精进了 然后安忍 精进禅定禅定的话 那么其他时候我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一起在做禅定的时候也好好观想 那个时候不要分别念也应该按住在短短的那个时候 你看道友们都按住得那么好 我为什么心一直飞出去呢不应该这样 智慧也是我现在自己最大的怀疑 在同行道友面前经常把它说出来 说出来以后别人会把我的怀疑 相当于我们刚开始是两心中流 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恶心中流了 所以我们的怀疑在萌芽的时候 应该用智慧的宝剪来慢慢切割 切断以后后面伤口也恢复得还比较不错的 天气可能稍微能痛一点 来没事再吃点药都不喝酸奶好一点 开玩笑这是其他的事 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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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